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主角演技也备受好评 另一部电影《决胜焦点》 好莱坞男星维尔史密斯 饰演行片高手 却爱上年轻貌美的诈骗菜鸟 多年后两人在一场危险任务交手 相互斗志 是敌是友 引发观众好奇 年轻貌美的诈骗菜鸟 有段纠葛的师徒恋 两人多年后 在一场危险任务中交手 没想到旧爱已经变身 手法高干的十千美元 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师徒大对决 刚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模仿游戏 描述英国电脑科学之父艾伦图林在二战期间 率领百位顶尖解密专家 破解德军的通讯密码 及时拯救无数幸运的真实故事 英伦男神班奈迪克康伯拜须 精彩诠释艾伦图林这位不为人知的英雄 演技备受肯定 由王金指导的电影《堵城风云续集》 两大金马影帝 周润发张家辉在剧中化敌为友 在三万尺高空联手展开一场生死决斗 电影网罗刘嘉玲 吴文勒等大咖演员演出 更找来刘德华客串重现二十五年前 电影《堵神》里的经典画面 卡斯阵容坚强 日本超人性漫画晋级的巨人改编成动画 故事描述未来世界人类遭遇巨人攻击 为求生存和巨人展开一场生死之斗 并集结电视动画玄机分成上下两部上映 上集《红莲的公室》将原本五个多小时的剧情 萌缩带给影音最精华的内容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台北书展情人节恰逢周末 中职人气啦啦队美女Amis也来到现场举办写真签书会 靠着庞大的粉丝团力挺 Amis写真书才开放预购 就在网络书店冲上销售榜首 首场签书会更吸引上百名粉丝到场支持 一读女神风采 毕业于世新大学的Amis 除了身兼中职的啦啦队 也是各大展场的热门showgirl与主持 尽管她个性外向大方 但要平常去细水都害羞穿上比基尼的Amis 在寒冬中性感入境 对她仍是一大挑战 因为那时候是十二月中冷 然后真的超冷 超级冷 超级冷 就是冷到会皮皮穿那种不停的发抖 而且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是要穿比基尼 然后在那个夏都的泳池旁边漫步 其实抖得要死 然后风又一直吹很害怕 但是还是要就是假装出很美的一面 趁着年轻留下美好回忆 Amis对自己的作品显得相当满意 但这性感写真要过爸妈那一关 Amis人不免有些担心 妈妈就说有一项东西寄来了 我就说好像是书吧 我的写真书这样 然后她说那哪一本来看看啊 可是她不知道里面就是有拍到这样子 然后我就给她之后 我就赶快回房间 我就说那你也不用还我 然后隔天妈妈就说 她同事也想要买写真书 我就说那记得叫她买 我可以再去店里帮她签名 Amis在现场除了热情与粉丝互动 第一位排队的支持者 她也贴心的准备小礼物 感谢他们特地来到现场 陪她一起浪漫共度情人节 难得有这个机会 就是全台湾只有我一个这么幸运的观众 可以拿到Amis情人节的小礼物 就我觉得今年的情人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没有没有没有 还好还好 对 多洋风格摆变造型 外带亲切微笑 Amis从展场出发 在中职累积人气 现在再推写真 希望让更多的球迷粉丝认识不一样的自己 庄社记者张欣伟 台北报道 等了七年 歌手曾佩慈继去年12月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之后 今年在粉丝的期待下终于圆梦 举办个人首场演唱会 开场前记者会上他坦言 紧张到手一直在抖 其实刚刚在准备化妆当中 我的手就一直在抖 我现在还在抖 然后我现在的心跳也是用抖的 不是用跳的 演唱会歌单上也列了包含 金曲歌王陈奕迅等多位歌手的作品 很符合最近的社会氛围 他表示这些年不论是天灾人祸 发生了很多事情 希望能借自己的歌声 给大家勇敢的力量 我很希望借着我的歌声能够抚慰到人心 因为我觉得现在 其实不管是生活中国的顺利或者不顺利 甚至是最近的社会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很多很多好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 曾佩慈新专辑推出就颇受市场好评 唱片公司特地送上台北101造型的成绩榜 预祝他的演艺事业越攀越高 并且顺势推出演唱会的限定商品 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接演新戏 曾佩慈说已经爱上演戏 也认为演戏对诠释歌曲有帮助 除了演歌双七 他未来也期待能有更多元的尝试 中央社记者张欣慰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小路两旁的涂鸦拼贴 石板路上的旋转木马 这里是法国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山丘 早年是艺术圣地 毕卡索 达利 范古 雷诺瓦 都曾在这里驻足穿梭 现在虽然发展为观光景点 但仍保有浓厚的艺术氛围 小丘广场早期是蒙马特村的中心 现在周边开立许多餐厅 广场上画师摆设摊位 画风从戏乐漫画 风景画到古典写实 游客也可以请画师 现场绘画肖像 这位在广场上 已经为游客绘制肖像 44年的画师表示 虽然在蒙马特待了大半辈子 但这里独特的艺术氛围 让他非常愉快 从法国里昂到巴黎旅游的情侣党 也特别请画师 绘制肖像画作为纪念 他们说来巴黎观光 一定要来蒙马特感染一下艺术气氛 蒙马特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 有很多艺术围 除了一个特别的景色 也没有在莱昂 例如有巴黎旅游的景色 还有巴黎旅游的景色 有非常适合 圣形堂是蒙马特山丘的著名地标 可俯瞰巴黎市井 是巴黎少见的罗马拜占庭建筑 教堂内巨幅的马赛克 拼帖耶稣像令人屏息赞叹 庄社记者曾一璇 巴黎报道 你一言我一句 近年台湾掀起的桌游风潮 竟也成为宣传外交的新招 欧盟驻台办事处 推出欧盟议会的桌游 让玩家扮演欧盟七大政治领盛 在玩乐中轻松搞等欧盟制度 许多玩家都体验到了 这个游戏的精神 也就是谈判 那谈判好玩的地方就在于 彼此没有标准的答案 双方合议完成 就可以做所谓的交易 这款桌游是百分之百 在台湾研发的新游戏 适合三到七位玩家 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谈判 建立共识 大小决策都在这张桌上 拍板定案 欧洲经贸办事处形容 这就是一款狠嘴炮的游戏 因为开乐玩的人很多 然后他们各自代表 不同的党派 所以你可以 就是你有机会 可以跟不同的意见的人 想办法用 比如说用金钱 就是那个影响力筹码 或者是用说服方式 让借由谈判 让他们全都同意 玩桌游搞等欧盟制度 学习政治磋商 也是一种欲笑于乐 在3C电子游戏当道的时代 传统桌游不插电 魅力更强 中央车记者吴家豪台北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英国威廉王子 预定3月1号 首都访问中国大陆 这是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1986年以来最受瞩目的 英国王室成员访路行程 期间魅廉王子将出席 上海创意英伦盛典 为中英文化交流年 揭开序幕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